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陈凯婷 印尼准总统佐科威最近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 就任后除了要改革官僚制度,提升教育以及医疗品质 另外,投入改善基础建设,吸引外资进入印尼市场也是一大要务 他认为台湾的制造业、工业和管理方面发展良好 期盼台商加码投资印尼,借由台湾经验提升印尼制造业的实力 同时也增进台印关系 即将在10月上任的佐科威也邀请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印尼7月举行总统大选 胜选的民主奋斗党准总统佐科威预定10月宣誓就职 佐科威最近接受中央社专访 标示上任后一大要务就是吸引外资拼经济 佐科威向台湾企业喊话 表示去年台湾投资印尼的金额高达4亿美元 将近120亿元新台币 期盼台商持续加码 佐科威看重台湾在制造业、工业和管理方面人才积极 希望借由外资改善基础建设 提升印尼制造业的实力 佐科威过去担任雅加达省省长 就吸引到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前来讨论投资设厂 郭台铭在2月签订投资意向书 预计鸿海未来3到5年内投资至少10亿美元 雅加达省则同意提供北部国营的 马伦达免税加工出口区土地给鸿海 不过佐科威指出郭台铭日前向他表示 雅加达土地昂贵 目前他不排除安排鸿海到其他省份设厂 佐科威更打算邀请郭台铭参加他10月的就职典礼 平视善意就是希望鸿海及早落实投资 中央社会周永杰雅加达报道 影星客震东和房祖民吸毒被捕之后 外传房祖民供出涉毒的艺人名单 演艺圈风声鹤唳 尽管房祖民经纪人已经发出声明强调 房祖民没有出卖朋友 但众多艺人都已经遭受波及 和房祖民私交甚毒的港星谢霆锋 也是关切焦点 房祖民开心为谢霆锋 今年推出的美食节目宣传 两个人同样身为新二代兴趣相投交情深厚 不免引发外界联想 房祖民吸毒谢霆锋是否早就知情 对此他低调回应 房祖民在家中藏有毒品 并且容留他人吸毒 涉及大陆的刑事责任 现阶段无法跟亲友会面 父亲成龙迟迟无法探视儿子 已经黯然离开北京 后续将交由律师处理 至于未涉及大陆刑则的柯震东 被大陆公安处行政拘留14天 最快将在29号获释 柯震东的父母在探视他之后 已经在23号返回台湾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口族画家杨恩典走脚套上脱球器 奋力白腿投出一球 现场球迷都为他欢呼 中华职棒一大犀牛和中信兄弟之战 周末在天舞棒球场开打 请到杨恩典担任投手未在开球 平常以脚拿画笔 现在还能投球 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没有想到我的脚 原本是拿画笔的脚 居然能够踢球 真的不可思议 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开球 能够让大家知道 其实真的爱是无限的 爱好棒 主观单位也邀请艺人 陈提米担任打者 季震担任财探 共同未在开球 杨恩典表示为了练球 还全家总动员陪他一起练 经过一段时间总算练成 这场由社团法人 恩友爱心协会主办的比赛 加上业者赞助 爱好棒 直善棒球赛活动 提供6000张门票 并发送纪念品 邀请弱氏家庭的小朋友 与视帐朋友进场看球 体验现场比赛 杨恩典也希望 他的开球经验 能传递更多正面力量 一直以来 他用脚画出一幅幅典雅秀丽的画作 他的故事和绘画成就是常见的励志题材 这次也号召社会有能力的人 能够帮助弱势族群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冰桶挑战热潮 最近延烧到了泰国 泰国前总理 现任民主党党主席艾比锡 也被解明接受挑战 即使冷到不行 艾比锡依旧绷持淡定 艾比锡先前不止一次 婉拒冰桶挑战 这回点名他的银行集团 承诺捐款50万泰铢 约新台币48万元 给泰国红十字汇 才让艾比锡点头答应 艾比锡挺身做公益 围观民众热烈欢呼 媒体请问可否加码再到一口 艾比锡也巧妙回应 除非有人再捐第二笔50万泰铢 他才愿意考虑 张社记者林景平曼谷报导 黑色皮肤只嫩脸孔 马拉威的孤儿在南非展开巡演 不只用流利中文演唱经典歌曲 还大受苦练已久的功夫 让观众嘖嘖称奇 这所台湾宗教创办的关怀中心 都是无家可归 无学可上的非洲孤儿 每一个都怀抱既是救人的梦想 我最喜欢的是唱歌还有练功夫 因为唱歌可以让我放松心急 练功夫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得很好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开心的医生 我长大以后我要当医生 帮助生病的人 改善医院的环境 还有让非洲过很善良的生活 这些院童会说英语 国语 台语和客家语 相较于其他非洲孩童 更有机会到台湾发展 今年就有四位高中刚毕业的院童 9月即将来台就读大学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有ACC的院童 回到台湾念大学 我们今年有11个毕业 但是我们只录取了四位到台湾 练科剧大学 非常感谢台湾的各位大学 能够给予我们全额的奖学金 这趟长达两个月的巡演 考验体力和耐力 副团长陈千惠说 这些孩子年纪轻轻 身负重任 累不寒苦 摔伤也不寒痛 让人不怜爱也难 主要设计者徐梅玉 约翰尼希宝报报导 科技部长张善震 率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 和菲律宾科技部次长 联合主持第四届台飞部长级 科技合作会议 双方聚焦灾害预防 和多项合作计划 借此强化两国的科技交流 过去我们集中的这些研究题目 大概就是在地震 台风跟海洋地质这方面 那这几个题目 都是台湾跟菲律宾 非常非常共同性的题目 做出来研究成果两边 可以共享 对于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这些技术 联合科技和技术会议 给我们有机会 分享知识和精识 在区别的区别的区别 助飞代表王乐生 也获邀出席 并表示台湾多年来 协助菲律宾培育青年科技人才 以及设立自动气象预报站 对菲律宾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以及自然灾害预防 贡献良多 中华民国在暑假期间 经常受到台风的侵害 所以我们也在菲律宾这边 协助他们设置 自动天气的预报站 将最新的资料 能够台风的动态 送回到台湾 台湾和菲律宾地理位置相近 经常遭受台风侵袭 透过这场科技合作会议 帮助双方及早防范 降低天灾对人民的威胁 中央世界的零行件 马尼拉报导 黄金时段爱美奖 评选美国晚间时段优秀的电视节目 被视为是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 今年影集《兵与火之歌》权力游戏 获得19项提名 绝命毒师也被外界预测 可能夺得最佳影集 最佳男主角等热门奖项 第66届黄金时段爱美奖颁奖典礼 将在台北时间26号登场 典礼上也将悼念 日前自杀身亡的喜剧演员 罗宾威廉斯 更多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